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定要去留意 从日线上面来看 240天移动平均线 也就是大家比较惯用的年线 已经开始下弯了 不过当然短线上面来看 应该不至于马上持续的弯头往下 但是这个行情走到这里 大家有没有发现 年线被回撤的次数越来越多了 如果以今天来说 这已经是所谓今年的第六次的回撤年线 年线被跌破的次数越多 代表这个盘势 其实空方的力道 默默的在加强当中 所以即便能够再站回去 你还是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像今天早上我就有听到一些专家的解盘分析建议 说你看今年以来 年线前面五次跌破之后都重新再站回去 有几次跌破年线之后还出现了波段大涨 所以跌破年线是绝佳的买点 这个逻辑其实是很可怕的 因为好像已经被过去五次破年线又站回年线 这样子的表现 制约了自己的思想 你能够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谓制约的意思就是 其实你已经默默的养成了这个习惯了 破年线早买点准备赚钱 破年线再来买又会赚 这让我想起 小时候有一次 我到南部亲戚家 带我们去玩抓麻雀的游戏 怎么抓呢 麻雀吃种子 所以我们就沿路 每隔几步路 就在这个路上放了种子 撒一些种子 再撒一些种子 再撒一些种子 沿路这样撒 附近有很多麻雀 一开始在天上跟树上 他会看 人就退了远远的 因为麻雀对人警觉性很高 他看都没有人 附近没有人 他就快速飞下来 咬个几口 然后又飞走 然后又看看 没有人 他又飞下来 又咬个几口 又飞走 再来就越来越多麻雀都来了 越来越多 开始去吃地上的种子的时候 他不再飞走了 这边吃一吃 他接着沿路 开始一路吃一路吃一路吃 因为发现很安全 结果就在松懈戒心之后 没想到在种子的后面 最后放最多种子的地方 有个大笼子在那边等着 结果就一网打尽 当然要爱护动物 我们小时候抓完 也就马上就放生了 当然这个行为不鼓励 这不好 但是只是让我想起小时候的这样的经验 从抓麻雀的经验告诉大家 大户跟主力 他们会不会抓麻雀 谁是麻雀 这样你明白了吗 谁是台湾股市当中的小麻雀 所以大户主力 他要怎么样来让我们投资朋友 像麻雀一样失去了戒心 很简单 重复几次一样的规则 让你都全身而退 很安全 每次破年线你就买 破年线你就买 破年线你就买 看到种子就吃 看到种子就吃 结果他前面都可以把行情做给你 送给你 但只要最后一次一网打尽就可以了 所以今天是第六次跌破年线 我说实在的 我不想分析会不会再站回去 因为我觉得意义不大 我比较在乎的是 接下来的年线 它的角度的转变 因为即使再站回去 请你注意 年线已经越来越平了 没有上扬的角度 那么随着开始扣底高值 甚至都有可能下完 所以大盘部分 我待会第二个阶段 我再来补充一些想法 看到今天的大盘重挫 其实我还是很开心的要跟各位分享 这段时间 我们花了一些时间 来帮投资朋友调整策略 调整观念 其实有收到一些不错的成效 我总共做了三件事情 这三件事情不是一天完成的 我大概花了可能有一个月的时间 第一件事情 我先让家族朋友减少持股的档数 集中再集中 这件事情的背后 同时也代表我们的现金是增加的 所以不管我的哪一个等级的家族朋友 手上的持股档数都非常少 一档两档 顶多大概三档 都非常的少 一到三档 很精简 现金多 这样大家比较心安 第二件事情 我们开始教会大家 怎么样去做空 因为现在三成的股票是多头 七成的股票是空头 你不会做空 风险当然很高 你会做空 多空平衡 风险不但可以降低 而且还能够在下跌当中 额外比别人多一些赚钱的机会 像今天的盘 如果你有空单 是不是晚上睡得比较好觉 第三件事情 针对做多的股票 我们不再去碰 从那些今年前三季热门的股票 从高档跌下来的股票 我不管它跌了多少 是不是所谓的被错杀低估 我不管 对我来说 现在全部没有吸引力 如果你不知道我指的什么 好吧 我讲白一点 所有的涨价电子概念股 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被动元件细晶元 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因为那些全部跌下来 代表套牢的筹码很多很多 所以暂时那些股票少碰微妙 我们做多的股票 其实都是一些新崛起的新亮点 新族群 刚好趁今天大盘跌这么凶 来检视一下我们做多的股票 能不能经得起考验 首先在上礼拜四 台船大涨的时候 创了新高 我们蹭高全部获利出清 在当天都有公开的讲到了 为什么买台船 为什么出台船 这个逻辑都分析过 今天节目不浪费时间重提 9月27号节目 如果你没有看 你可以回头去看一下 为什么我把台船出清了 出清台船并不是不看好风力发电 只是这个产业的第一主角 不是台船 台船顶多算是我心目中的 第二或第三主角 第一主角才是适合 跟我们继续走下去 走更长远的多头之路 也就是9958世纪钢 虽然我们在9月14号 有解码 但是后来在高档 我们看着它跌下来之后 又重新再把部位接回来 今天我们看到世纪钢 早上开低 然后慢慢的翻红 到了尾盘 世纪钢的股价 甚至几乎收在今天的高点 今天的最高还来到了89块钱 其实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世纪钢为什么先前股价 先从三位数以上滑落 原因就在于 其实世纪钢在今天10月4号 有2万张现金增值的股票出荣 所以会怕这个卖压的投资人 他会先开始做调节 所以等于卖压 其实已经有领先开始反应 顺便也把融资做一番清洗 今天这2万张的增值股 正式上市了 2万张的增值股的成本 当然就是现金增值价 60块钱 如果以今天的平盘来说 84.3 一张就可以赚24,300 这不赚白不赚的 所以代表说 这2万张现金增值的股票 上市之后 多数的持有者 他其实会先卖出来 获利了结 手中可能留着原本的母股 把多润的这些配股 今天先获利卖出来 所以早上再压一下 稍微再震荡一下 因为其实原本的一些卖压 在前几天已经陆续开始反映出来了 因此四季刚今天借由这样子的卖压来测试支撑 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我们认为这边短线做完价差之后 应该它的多头之路还很长远 不会一下子就结束 毕竟订单已经开始签约了 而且有了第一笔 后面还有第二笔 第三笔以上 会慢慢的签约进来 这是第一个 今天比较值得一谈的 强势抗跌的个股 第二个部分 从产业或族群来说 我还是非常的认同 营建股在这里 有个股典放的机会 不是全面 营建的话你要看个股 个股典放表现 个股谁能够有表现 跟业绩有关 我说过 我喜欢去选一些营建股的原因在于 营建业 卖房子这东西 简单清楚明了 它不会像电子产品 你要看终端市场的供需 消费者喜好的变迁 房子盖好卖出去 签约进来 销售完成 交屋之后 该认多少就是多少 数字都跑不掉 所以它的能见度很高 包含日盛增也好 或新美期也好 这些股票 当然它不是像那些 可能电子股 很容易就喷出涨停板 但是你时间拉长来看 这个都是台股目前盘面当中 极少数能够走这种多头形态的股票 很少见 因为我说过台股现在有七成的股票是空头 它都是慢慢往右上角移动 这就是多头的股票 所以我们部分的资金放在这里 可能不是说你每天要去看股价赚了没赚多少 这样子太心急 但你时间拉长一点 天天让你睡好觉 每天让你抱着这股票不用怕 所以你看今天大盘 大跌150点的状况之下 日盛生新美期 是不是相对稳 当然有的时候 天时加地利加人和 三个要素到齐之后 即使是这种跟房地产有关的股票 也能够有标股 有一档标股跟房地产有关 我们今天切入布局 也是没有什么等待 马上就出现了涨停板 是哪一档个股这么强悍 在今天大盘重挫状况之下 还能够逆势标高 冲上了涨停板 休息一下 待会葳廖老师讲给你听 再帮各位小复习一下 上一阶段我提到 目前的盘式 其实你要去注意 年限6度的跌破 跌破的频率越来越高 而且站在年限之上的时间 越来越短 所以关注的重点 要把眼光看远一点 看向远方 不是只在乎说 今天又跌破了 会不会又站上去 这个意义不大 站上去 会不会下次又第7次跌破 难道你要继续讨论 有没有第7次站上 第8次跌破 第8次站上 这意义不大 重点是在于 台股到底能不能维持区间 还是有办法在这里扭转乾坤 打出一个新的底部 还是真的有个大头部要形成 好 那注意盘面的变化 尊重盘面的趋势 7成的股票是空头 那些股票你起码先避开 那不要再去摊平那些弱势股了 最好跟着我们学习放空 比别人多一些赚钱的机会 那如果你只会做多 可以 但是呢 麻烦你 现在要留一些现金 不要全部压下去 那做多的股票 因为多头股只有三成 所以一定要谨慎挑选 而且不要太心急 那我前面讲到 目前呢 比较适合做多的 不管是说族群啊 或者说个股 第一个来讲风力发电 那尤其是四季钢 短线上面震荡洗盘过后 还是多头的形态 那第二个产业是营建 或广义来说 跟房地产有关的 那因为这些公司 他的业绩 你能够呢 及早掌握 能见度很高 所以呢 比较不怕说 没有基本面来支撑 那除了 这个日盛生 新美琪 今天我们买进了一档 跟房地产有关的股票 在今天这种盘势 重挫 甚至带有恐慌的氛围当中 这一档个股 逆势的爆发 买进之后 很快直接就涨停板了 甚至不用等待 当然 这也是我们运气不错 那我其实并不希望说 所有家族朋友 或看电视的朋友 以为钱这么好赚 买完就马上涨停板 每一档都可以这么神 我觉得这有时候也是 运气也有帮忙 但是我认为说 我去买这档股票的逻辑 其实就在于 它的业绩能见度很明确 那么公司现在 如果按照全年度的 获利预估来说 它本益比 大概只有十倍 非常的低 那又整理过后 所以这种股票 我们来做多会比较安全 好 那这两个股呢 今天涨停板 其实这一家公司 它是透过借壳来上市的 以往呢 我在跟大家聊 所谓的标股的特质的时候 特别也提到过 这种借壳上市的公司呢 它其实背后透露出 大股东很有企图心 只不过企图心 什么时候会发挥在股价上面 这个倒不一定 以这一家公司来说 它已经借壳挂牌了一段时间 可是呢 之前股价都没有发酵 好 那因为你股价要发酵 你要拿得出东西嘛 就是你要有获利啊 要有数字 基本面 这样才能够让市场看得到 所以它当然会配合 它的整个业绩的情况 那最近呢 我们看到这个公司 很明显 这就是一个 跟大盘完全不一样的走势 呈现呢 多头上升的形态 涨一波之后 休息整理再度转强 那它的八月营收 大爆发 比去年成长了两倍 也比呢 七月份成长了七成以上 所以年增率月增率都非常强 大爆发 所以业绩开始出来了 这时候呢 公司从借壳到现在还没有好好发挥过的 是不是当然会有做多的企图心 好好来表现一下 那这种做多的企图心 其实不用讲那么多 你看今天的盘 大跌150点 股票敢喷到涨停板 那甚至你把时间拉长到过去这半个月以来 这个股票 它根本没有在管大盘涨或跌 这个就是呢 筹码牢牢的被掌控住 跟公司呢 为股价护航的企图心 所以我们认为 现在做多这种股票 标的不多啦 很难选 没有几档这么好的 但是呢 买到是一个福气 那也恭喜呢 今天跟着薇洋老师 有掌握到这个买一点机会的投资朋友 那另外 再来我们要谈第三个族群 风电 银件 第三个族群 生计 生计股 各位看看 这一档股票 现金增资去洽询的特定人来认购 这样子的故事 这样子的内容 薇洋老师讲蛮多次的 所以你们应该已经不陌生了 都了解了 有一些公司会搞这种花招 所以我们有时候做股票 选股票 真的是要跟大股东啊 主力 斗智斗力啦 那一般散户没有经验不懂的 看到 你看这个之前的股价 当然看得出走势不好看嘛 蛮弱的对不对 有些股票 你眼前看到的都不是事实 他们会装死装弱给你看 那因为他办现金增资嘛 结果他不是往上拉 正常的公司办现金增资就是往上拉 然后吸引大家来缴款 他不是 他往下压 压破增资价格 所以小股东通通放弃 不认了 不认了呢 结果公司就把这额度 让给特定人来认 那这特定人呢 是某个金融机构 全世界有名的金融机构 表面上看呢 所以是一个金融机构来入股 我看不是 我认为那个金融机构 他其实后面 是帮大股东来超盘资金 等于换句话说 最终其实呢 这增资股还是落到大股东的手上 这种模式 其实我还蛮清楚的 那这档股票 重点在于呢 现金增资的价格 比今天的收盘价还要高 所以如果你现在去布局 你的成本 是在不久前刚认完股票的 大股东 金融机构的成本之下 如果人家大股东 人家金融机构 都敢认个几千张 你为什么不敢在这边 买个十张 这个逻辑很清楚吧 所以不表示说 我也不敢跟你承诺说 所以各位今天来买 那明天呢 有涨停板给你赚 这个我不敢说 有时候涨停板 就像我刚刚讲的 天时地义冷和 它也需要点 发酵的运气跟时机 可是如果 最近盘让你很慌 很没有方向 你希望能赚钱 又希望呢 把握度高 你愿意等 你可以等 用现股来买 但是把握度要高 而且要有一个 蛮大的价差空间可以赚 那我认为 你还在等什么 就是这个机会 这张股票 现在价格比大股东 去认股的成本还低 而且它后面 已经开始有些动作 利多一波波要出来了 所以这种股票 只要你能够用布局 向大股东的心态 格局来投资 我觉得这个赚钱的几率 会非常的高 是一个把握度相当高的股票 那今天果真呢 也是抗跌 那最后还有一个产业 今天第四个产业 就是游戏 那当然游戏股也是要看个别公司 它背后的内容是什么 你也不要说看到游戏就设飞标了 不是 我认为在现在值得投资的台湾游戏公司 现在不会超过三家 我的名单最多三档 甚至严格挑选可能就是一档 那当然我们已经优先卡位的其中一档 这张股票做什么 题材是什么 以后再说 但是呢 各位看一下主力布局 融资增加的时候 买卖加速差是红棒子 这个我教过各位了 代表这也是大户的融资 股价呢 慢慢推高一波之后 用一根长黑压回来洗一次盘 回撤呢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主力跟大户融资的布局成本区 所以同样的回到主力的支撑区 这个就是赚钱的机会来了 机会浮现在眼前 那这个股票的形态 也很明显的是多头 那今天呢 也借大盘来测试 它的抗跌力道 那做多的股票 我大概先讲到这里 那当然你要做空的话 就是一定要跟着我们一步一步来学习 那牛熊同事之下 最好的策略就是学习多空双向 多空双向班限量募集中 祝大家操作顺心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现身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